最新统计今年股民平均亏损了52万元 惨被当成了韭菜收割 不过10日台股倒是上演了 惊奇的逆转 狂拉超过300点 中场收红 护国神山台积电公布4月份的营收 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大概10多万吧 都买大盘跟台积电 所以这觉得还好 我们全家都赔 有有有 先厚在手上看看 不管压得多压得少 小股民今年来几乎都赔了6位数以上 平均每人账面亏损 更是约52万 惨被当韭菜收割 不过别气馁 因为台股10号上演惊奇秀 台股开盘虽然是跳空灌破万六大关 不少小股民融资撑不住 断头慢压滑拉而出 让指数一度重挫超过300点 好在随后多军奋起狂拉翻红 中场小涨12点在16061点 技术面顺利收出长下影线 外资虽然连三卖 不过力道缩减到只剩16亿 现在告诉你 Coe妹过了 有测试一下底部了 也许收盘 不见得未来这几天 都还在万六上上下下了 也许也跌到一万五千多 但是初步最大的恐慌 应该告一段落 而全王台积电最新公布 4月营收来到1725亿 再创新高 早盘股价一度破底到505元后 中场仅小跌2元 专家看短线有机会先弹回五百五 另外先前跌升的千金股 详硕普瑞反弹超过百分之四 货贵三雄 长荣阳明 也反弹超过百分之一 万海最强 反弹超过百分之二 就是因为第一季大赚了406亿 只跌讯号第一个最便宜的股票不能跌 航海王是本一比最低的 当股王的人要往上不能往下 OTC电子中小型股 必须要领先刹车并且往上翻 专家认为台股进入震荡逐底期 短线先观察能否顺利反弹到月线 除非上工量能持续放大到3500亿 否则小股民很难期待台股会V转 东森财经新闻 科华明叶子晶台北报导